自旧金山市政府联合医疗机构和社区组织在中国城花园角设立病毒检测站以来 给周边居民提供便利病毒检测服务 民众也从抗拒转变到积极响应 1月20号花园角检测站的检测是以自我取样的方式进行 疫情防控中心专员陈嘉林表示 这次提供检测的医疗机构是市政府的新的合作伙伴 他们的最大特点就是采用自我采样的方式进行 接受检测的人按程序进行鼻腔采样 这样不仅缩短民众的轮候时间 还大大提升检测数量 让工作人员可以更灵活地帮助他人 他说在当天医疗机构派出八位工作人员到现场 连同东华医院资讯中心 社区青年中心 华协中心 中华总会馆等多个社区组织 为当地居民提供服务 由于这次提供自我采样 使原来每小时只能为80人提供采样 提升到150人 速度之快 让人惊讶 陈嘉林表示 中国城病毒检测站 在未来几周的每星期三上午10点到下午2点 将继续开放 为民众提供免费的病毒检测 大家可以到现场登记或登陆网站 或者扫码预先登记 这将为双方节省时间 他提醒民众 如需前往检测 尽量选择非高峰时间 市议员佩斯金的助理 甄锦浩表示 他代表佩斯金办公室 来到这里协助工作 由于近期阳性率有所攀升 因此向卫生局申请延长这项计划 也就是说 在未来几周的周三 检测站将持续开放 提供更多的检测服务 希望能在疫情减缓后才取消 同时 该办公室清楚知道 中国城以散房居民居多 前线工作人员也不少 所以希望他们前来做检测 在更好的保护自己的同时 也给予别人信心 甄锦浩还透露 当天市议会有一个关于分配疫苗的特别会议 市议员佩斯金将会为中国城争取 能够在公平分配的情况下获得疫苗 这样才能更好的重新开放 重启经济 做好准备 受疫情影响 中国城各行业均受到严重打击 而日前终于获得政府拨款 190万救助资金 甄锦浩说 佩斯金一月前向政府提出此计划 非常幸运地获得通过 这资金主要是援助餐饮业界人士 让他们可以继续向低收入家庭和散房居民提供膳食 让员工重回工作岗位 虽然这一笔资金不算多 但至少能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等待疫情好转时 共同努力去构思更多恢复经济的措施 自我采样的中华总会馆商董李电邦认为 自我采样给他的感受 是能够更加自如 因自己能够更好地感觉到棉棒进入鼻腔的深度 刚开始他还担心这会对长者存有挑战 但看到现场长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 顺利完成采样 这确实非常欣喜的事情 对于获得市政府190万援助资金 李电邦认为资金不算很大 但至少对中国城餐饮业 低收入家庭和散房居民是一个鼓励 希望他们可以度过难关 并为中国城复苏带来一定助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